今天我們齊聚一堂 慶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一起為今天美麗的台灣喝彩 迎向明天更美好的台灣 113年前 一群充滿理想抱負的人 揭竿起義 推翻帝制 他們的夢想是 建立一個民友 民智 民想的民主共和國 他們的理想是打造一個自由 平等 博愛的國度 然而民主的夢想 曾經在熊熊戰火中被吞噬 自由的理想 常年在威權統治中被侵蝕 但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75年前的古臨頭戰役 66年前的823戰役 我們不分先來後到 不分族群你我 守住了台澎金馬 守住了中華民國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45年前的美麗島事件 以及前前後後一連串的民主運動 一批批同樣懷有民主夢想 自由理想的人 無謂犧牲 前撲後懼 用生命推開民主的大門 一百多年來 人民想要當家作主的願望 終於實現 各位國人同胞 中華民國曾經在國際社會被驅逐 但是臺灣人民從未自我放逐 臺灣人民在這塊土地上 便手知足 但當我們的朋友遭遇天災危難 面臨百年大逸時 我們毫不遲疑身手援助 Taiwan can't help 不是口號 是臺灣人民愛好和平 與人為善的行動 過去 臺灣人民用一卡牌箱 照片轉世界 開創臺灣的經濟成就 現在臺灣科技運用一顆晶片 驅動全世界 成為繁榮發展的世界動力 臺灣人民多元無懼 我們的尼菲亞 是世界防後 臺灣人民勇敢無畏 臺灣的女兒林毅婷是世界權後 十七歲的蔡雲榮 用她沉穩的雙手 奪得世界第一的目光榮耀 二十歲的陳思源 傳承了父親的記憶 勇奪得冷凍空調的世界冠軍 新一代臺灣製造的年輕人 再一次擦亮臺灣製造 民族自由在這塊土地上 成長茁壯 中華人民共和國 無權代表臺灣 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 更要向全世界開支善業 迎向未來 各位國人同胞 我們度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戰 中華民國始終屹立不搖 臺灣人民始終堅韌不移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